1993年的深夜 马冰冰带领着她的手下们 闯进了当地的舞厅 心怀着寻找猎物的目的 在舞池中 一位身材高挑 长发披肩的女性吸引了她的目光 她身着长裙 在舞池中翩翩起舞 扭动着恶娜的身姿 马冰冰觉得机会来了 她只是手下去搭讪 那些手下们兴致勃勃地冲了过去 毫不客气地搂住了女性的腰 开始调戏她 而马冰冰则站在一旁 像是一位冷静的指挥官 满足地观察着局势的发展 突然 女性的丈夫回来了 她气势汹汹地冲上前去 一下子就把马冰冰的手下 推倒在地 引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这突如其来的嘲笑 像是一根针刺 通了马冰冰的自尊心 她赶到面子扫地 她毫不犹豫地 向身边的手下挥手 解决掉那个男的 两个手下像是被激怒的野兽 立刻拿起手边的酒瓶和椅子 向对方砸去 不到半个小时 对方就已经毫无反应 摸上去才发现 她已经断气了 马冰冰戴着一副眼睛 看上去文质冰冰 仿佛是个书生 但她内心里 却隐藏着极度很多的一面 她就是兰州市的黑帮老大 马冰冰 为什么一个看似文雅的人 会有如此大的震慑 让我们一起揭开 她身上的谜团 探究她的真实面貌 1971年 马冰冰诞生在一个中产家庭 母亲是一位教师 父亲则在国有企业工作 这样优越的家庭条件 让周围人羡慕不已 她自小就显示出了出色的品质 小学至初中时期 她不仅听从父母的教会 学业成绩优异 还被选为班长 是同学和老师们眼中的 楷模学生 然而 高中阶段 马冰冰迷上了武侠小说 她渴望着其中的江湖意气 觉得其中的打打杀杀充满了好气 如果能带领一帮兄弟们 闯荡江湖 那该是多么爽快的事情 虚构的小说有时会在现实中投射出影响 而马冰冰成为了这种影响的实践者 高中期间 她渐渐与校内外的小混混结识 时间已长 她因为手段很辣而成为学校中有名的小霸王 随之而来的是学业成绩的下滑 经常被叫去学校找家长 父母的劝说也毫无作用 最终 她被迫守在家中 但即便如此 也无法改变她被称为小霸王的事实 混混生活的长期影响导致她高考失利 父母伤心欲绝 但对她来说 这只是自由人生的开端 不在上学的她更加肆无忌惮 拉帮结派 但很快发现自己除了蛮例外义无是处 经常被人围殴 马冰冰意识到 要在这个圈子里称吧 不仅需要人多 还需要过瘾的功夫 要能够一打三 这样才能赢得众人的崇拜 为了实现功夫梦 她专门学了一年武术 归来后 她的身体更加强壮 能够单挑一圈 这让许多小弟们都对她敬佩备志 如果按照她当时的轨迹继续发展 最多也只是个地头蛇 无法引起大风大浪 然而 当她结识了两位大哥之后 她的格局一下子变得更大 人生也因此迎来了巨大的转变 马冰冰结识的两位大哥 一个名叫张红 另一个名叫林绍云 张红是黑道上的大哥 而林绍云则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他们是在一次帮派聚会上相识的 马冰冰和大哥们聊了起来 逐渐意识到单靠武力是不够的 想要让手下效命 就必须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有钱有地位 林绍云表面上是个商业成功者 但背地里却有一条黑色产业链 在支撑她的财富王国 包括走私 勒索和贩毒等 经过一番交谈 马冰冰感觉有了榜样 自己的认知也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决定从最简单的收保护费开始 机会来了 一次开酒店的朋友 让他帮忙看场子 因为这附近有个名叫马三的大哥 经常来捣乱 影响生意 于是 马冰冰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收保护费生意 马冰冰的出现 让这些混混们闻风丧胆 从此不敢再来捣乱 他觉得这钱太好挣了 然而 就在他和朋友得意往行时 真正的危机悄然降临 但这次反而成就了马冰冰的生命 地盘被霸占 手下挨走 马三无法忍受这个侮辱 决定亲自出马 一天晚上 马三带着二十多个手下 悄悄来到酒店大堂 看到马冰冰正坐在那里 悠闲地吃着瓜子 他不等马冰冰反应 直接拿刀对着他 其他人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大声质问道 就你这个废物 还敢抢我的地盘 马三一道劈开了一旁的木凳子 其他混混地吓得浑身冷汗 而马冰冰则保持着阵地 他将刀架到马冰冰的脖子上 威胁道 以后还敢吗 马冰冰看着局势不对 心中却冷静如水 他决定忍耐一时 等待时机 他低声道 对不起 马哥 我不知道这是您的地盘 以后我会小心 马三轻蔑地笑了笑 看来你也不过如此 他摸着大肚子 示意手下放松警惕 收起了刀 然后带领着众人撤退 尽管马三一再挑衅 马冰冰却始终保持阵地 他在等待着最佳时机 当他们几乎快要走出大门时 马冰冰向手下使了一个眼色 他的手下们立刻操起了家伙 像恶狼一样扑下马三和他的团伙 在对方来不及回头的情况下 他们被砍倒在地 这一切都源于马冰冰 平时对手下的训练 一动即致命 因此 马冰冰的手下下手十分狠毒 对方许多人被背后砍倒 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 马三只带着几个剩余的马仔逃了出去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兰州黑道 所有人都知道 混迹于黑道近十年的马三 竟然被人打败 从此马冰冰就有了出手毕之命的称号 自从马冰冰出了名后 他与张红和林绍云走得更加 目的是进一步向两位大哥学习真经 一天晚上 马冰冰请两位大哥在舞厅玩乐 在结账时 马冰冰非要打借条 而对方经理说 我们从来没有这个先例 您还是付款吧 马冰冰的脸色 立即阴沉了下来 愤怒地抱上了自己的大名 本以为对方会给他面子 随着经理继续说 没听过呀 这句话一下子激怒了他 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刺激 马冰冰一手抓住了经理的领带 一手伸向腰间的刀 经理察觉到不对劲 便急忙朝霸台的后门冲去 而马冰冰立即越深越追了上去 经理跑到屋顶时 发现已经没有退路了 而马冰冰拿着刀 带着一帮小弟正朝他扑来 情急之下 经理猛地从四层屋顶跳了下来 一下子摔断了一条腿 疼痛难忍 他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 屋顶上的马冰冰仰天大笑 可笑的家伙 还想跑 看你能跑到哪里去 于是 他带领着几个手下冲到楼下 尽管经理腿断无法动弹 但马冰冰还是毫不留情地 让手下将他拳打脚踢 最终导致经理当场死亡 第一次杀人后 马冰冰感到了一丝害怕 因此在林绍云的庇护下 逃到厦门躲了半年 等风声渐渐平息 他便重返了兰州的老巢 尝到了杀人不被判刑的田头 马冰冰变得更加疯狂起来 他开始专门招募刚出狱的人 并通过抢夺地盘 收取保护费等方式 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 在势头最猛的时候 他的手下多打百余人 他通过学来的武术纪律 有效地管理着这支队伍 使得每个人都听从命令 另外 考虑到大部分成员姓马 他直接将这个黑帮命名为马甲帮 当了帮主后 马冰冰明白 仅仅依靠收取保护费 已经无法满足这支庞大队伍的开销 为了开辟更多的财路 他将目光投向了 更为暴力的行业 赌场 然而 甘肃的赌场主要由甘肃的陈氏 和兰州的理事掌控 要从他们手中分一杯羹 相当不易 但马冰冰以其很力著称 一次斗偶后 对方彻底震惊了 在与陈氏一家赌场人员的激战后 马冰冰的团队 让对方十几名混混 当场毕命一半 其他人吓得魂不覆体 这不再是简单的打斗 而是直接要人命 剩下的混混 只得落荒而逃 以这种开疆拓土的方式 马冰冰很快占领了 十几个地下赌场 最终与陈氏和李氏 形成了三国争霸的格局 拥有了如此庞大的地盘 马冰冰觉得 自己的武侠梦已经实现 然而 他还渴望更加刺激的事情 于是便打起了 国宝大熊猫的主意 一位台湾富商 想通过马冰冰购买 一张大熊猫的皮 并开出了几百万的高价 这引起了马冰冰的兴趣 于是 他想尽一切办法 抓到了一只野生大熊猫 准备杀死并包下皮 然而 这件事被一个手下搞发 未能成功交易 导致马冰冰损失了数百万 后来 他查出了这个叛徒 直接万刀砍死了他 经过数十年的拼杀 马家邦已形成地下赌场 歌舞厅 走四等一个地下黑死帝国 进赌场这下 每年就跟他敛财几百万 而当时的人 越野军工资不足千元 在抢地盘过程中 马冰冰非常高调 每次都是豪车队出行 小弟前后拥足 俗话说 枪打出头鸟 2001年初 马冰冰的黑恶势力行径 引起了甘肃省公安厅的关注 为了抓捕 以马冰冰为首的马家邦 兰州于同年8月7号 成立了专门的807专案组 直到2006年 以马冰冰为首的团伙 我猜全部落网并被判刑 据统计 他们只是16人嗓声 11人重伤 而轻伤者则不计其数 最终 甘肃省最高人民法院 宣读了数十万字的判决书 马冰冰等7人被判处死刑 其他罪犯则获得了不同的刑法 自从铲除了马冰冰这颗毒瘤后 兰州老百姓纷纷欢呼 当问及马冰冰是否后悔时 他坦言 被中学时代的武侠梦冲昏了头脑 我非常悔恨自己的所作所为 为时已晚 因为生命并没有重来的机会 马冰冰起初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但受武侠小说的影响 渐渐走上了黑道 成为兰州的黑帮老大 在他的领导下 黑帮势力逐渐壮大 射击抢地盘 收保护费等黑恶活动 并进军赌场行业 然而 他的暴力行径最终 引起了公共部门的注意 经过数年的追捕 他和他的团伙最终被抓获 并被判处严厉的刑法 其中包括死刑 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犯罪的恶果 以及暴力的危害 马冰冰的个人野心 核对权力的渴望 导致了他走上了不归路 最终不仅自食其果 还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他虽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 但这种后悔已经无法挽回 他所造成的破坏和伤害 这段故事提醒人们警惕不良影响 引导人们远离犯罪行为 同时也呼吁加强社会治安 打击黑恶势力 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是地球情报局 我们下期再见